自已做自然 自然自然自然 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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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Kevi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飛來飛去 飛來飛去 在飛行的過程當中 我最喜歡的就是 Solo 來自不同地方的美妝品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到了韓國 買了些什麼呢 首先先來看看 保養品的部份好了 我這次找到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這個 遵循韩国这种古法 所做出来的手工肥皂 它里面的成分 都是透过天然的植物 然后放在竹筒当中 它要熟成500天 形成的这种非常棒的 手工的肥皂 你看它上面有讲 它是拱成响 拱成响其实是一个 韩国药典里面的一个秘方 那它就有点 类似像我们的石泉大骨汤一样 它们家会透过不同颜色 不同的成分去做出来的肥皂 像这个 这个它是蜗牛 然后这个它就是这个玫瑰 李英爱它自己的护肤品的品牌 它们家的这个喜盐粉 酵素喜盐粉跟肥皂 我觉得很棒 里面都是运用了 冀州岛最天然的成分 所做出来的这个 李英爱的护肤品牌 然后它装肥皂的这个 是利用韩国的古瓷装的 它有卖这个刷子 超可爱 它这个是一个铁架 你的刷子 上面是一个磁铁 它就是吸在这个地方 放在浴室里面 不仅仅是护肤品 感觉上它也在做家饰品 它这个系列的 洗盐粉的这个刷子 它有两支 一支是女生用的洗脸刷 很柔软的刷毛 另外一个是男生 起泡之后可以刮胡子的 这个刮胡泡沫刷 还有这个是洗髮精 我想应该很多人也知道 然后他们 他们的洗髮精的味道都调的 你洗完之后 就觉得自己好像在花园里面一样 这个洗髮精也很红 以上就是这次 首饵型韩国型的 保养品的部分 还想要知道更多的讯息吗 别忘了锁定 Kevin史上讲座 我们下次跟大家分享 首饵型的彩妆